HELLO 原來已經有4個月沒有更新這個頻道了 上次更新是我去Vancouver Islands 飛航拍機 拍攝溫哥華島的天氣和做了什麼行程 其實原來已經來了差不多一年了 由春夏天去到很冷的冬天 去到非常經常下雨的春天 去到現在有很多花體的夏天 去年看過的太陽花 今年也有看過屈甘香 其實這個天氣的植物真的生得很好很美 讓大家看看我這一年來的節奏 其實每個月由一開始不是很穩定 找一份工作一兩份飲食零售的工作 到現在慢慢加上文職 加上今年最多工資升得那麼大把 其實比起一開始很不穩定的時間 都慢慢好轉了 那既然差不多一年 代表我都差不多準備溫我的英文試了 那這段影片就會大概說一下Cypress是一件什麼 和我如何溫習Cypress的考試呢 Cypress是由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研發 主要是供移民官方用的英語語言測試的系統 就是供移民加拿大的人的英語應用能力 而雅思是比較國際性的 而Cypress是比較適用於加拿大 它的內容會圍繞加拿大的本土生活 它一共分了12級 而你要移民就需要7分或以上 目前來說 Cypress是分了兩種 一種是General 另一種是General L.S. 分別是General L.S. 會考上你的聽力和口語 如果你只想申請移民 技術移民 你只要參考CPay普通考試就可以 而CPay考試 它比較接近加拿大的日常生活 它的口音主要是加拿大會聽到的口音 它沒有很多不同的有英式和不同的口音 相對上來是比較容易的 我建議你來到這裏生活 半年至一年大概用英語的程度 比較密一點的時候再考試 你對英語的視訊也比較大 因為你上班或者平日常生活 講英語都比較好 你一開始來的時候 你比較少講英語 而由2019年7月開始 Cypress每次考試的間隔 就過了為四天 而它每次考完試 有效期就為之兩年 你出完分後 六個月內你可以申請福二 而2020年對於這個評分等待的時間 就做了這個改變 由原本八至十天的工作天 變了四至五天 那你等候的時間都短了 那你考完試一周左右 你就可以收到你的考試結果和成績單了 所以如果你是要準備SIMB 或者是PNP 奇術移文 那我就建議你可以在日子之前早點考 那以逢萬一你考了 那你知道成績之後 你又可以再報告再考多一次 那其實呢 比較一下價錢方面 Cypress 2023年 它是比IELTS便宜的 那它連結稅是265元加幣 而IELTS連結稅是309元 大家都覺得是 Oral和Writing是值得去review多次的 因為你閱讀和聽力 都是單項題 那它跟電腦計算 其實它很少會計錯 而剛才說過 你考試時間6個月之內 你可以申請這件事 過了6個月之後就沒有了 那你登入你網上的帳戶 你就可以申請回 而每一次申請 需要每一行 是說價值55元 而你預算的時間 都是一至兩周左右 那它的成績 就是review完它是不會減你分的 它只能保持原本 或者提升 其實這件事也不錯 就算如果touchwood 你review完 原來你是低分一點的 它是不會再扣你分 它要不就保持原本的分 要不就升級 假如你是真的高分一點 那如果你review完之後 有改變 有升高度的話 其實它會全額退回 但不是全額退回考試費 只是退回revaluation的費用 如果在單字 vocabulary 以及你要很了解情況之下 的要求 Cypus 是沒有這個拼寫的要求 而IELTS 就比較要你準確地寫對 那個字 而聽力方面 兩個都是比較生活化的 但是Cypus 就會比較 觀點一點 有新聞 有對話的內容 而IELTS 它就比較有不同國家的口音 如果你是不太跟隨口音的話 可能這個對你來說 就有點難度 而且它的題材是比較 生活的諮詢 環境介紹 學術討論 和演講 我覺得它的範圍 就沒有那麼生活化 而閱讀方面 Cypus 要求你 有一點推理能力 你要觀察到作者 或者是為什麼這樣寫 或者它這樣說 它的目的 或者它的立場 而IELTS 它比較 都是生活化和簡單的 但是它就比較 考你 改寫的能力 而寫作方面 Cypus 就會比較簡單 而且你可以檢查 字有沒有寸錯的功能 是很適合男人的 而IELTS 它有分 Task1和Task2 Task2比較簡單 而Task2比較難 Ou方面 也是我覺得 最大分別的地方 就是Cypus 就是電腦錄音 你有八題的題目 你其實考之前 最好多溫多些 口語 表達得好些 那 就比較考你實際上 平時的 communication 的能力 是怎樣 但IELTS 你就對真人考冠 如果你是一個 要上台說話 比較緊張的人 或者好像我 那 看人 我會比較緊張 或者口 疼疼 那我便 考Cypus 因為你對著電腦 你沒有那麼緊張 但 不代表你錄完音 可以重錄 其實是不可以重錄 或者 沒有第二次 你聽也好 說也好 都是聽一次 但中間 有一些間歇的時間 讓你去組織 或者 作低看法 去想 題目 如何回答 而考試的時間 Cypus 會考三個小時 而 IELTS 會考三個半小時 剛才說完 大家應該對這兩件事 有基本的認識 那我現在就說一下 我自己 在溫習 listening 方面 會怎樣做 或者我怎樣去做這個練習的呢 希望 現在說話 就對大家有一點幫助 可以做一個參考的作用 那上網其實有很多資源 是可以讓你溫習的 那 甚至是Cypus 他自己官網 如果你登記了之後 那其實他會有些免費的資源 可以讓你自己看 那這個就是我上youtube找到的資源 他就會有一些問答題 然後你就聽 然後他還有些時間計算給你看 其實他現在開始了多久 你什麼時候作答 讓你在家裡可以模擬到 好像考試那樣 他到最後 就會有些答案給你對 那 建議就是 你自己看完自己哪一部分 坐得比較多 你可以分回去那一部分 然後再重新聽多一次 再做多一次 這樣就會對你的溫習 比較有幫助 那下面很多人都會說自己考了多少分 那你大概讓你知道一下平均 大家拿多少分 這樣 那還有他很好呢 他是有分段 就是這樣 像他這裡 他會跟你說 這個是 第幾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是 読書 然後這個是 答案 去到後面 那當然 溫習不少得 好像回回DSE那樣 就是 補 好 読書 現在沒有読書 沒有schedule 總之就是 你聽的時候 最好 我就會寫下 男人的名字 女人的名字 或者是 主要說話的人的名字 的簡稱 然後寫下他說話 那當然不是整句這樣抄下 那可能寫下一些key words 特別是字 名字 號碼 或者他講義的 調音的態度 如果正面 我會寫個正字 如果他比較負面 批評 我會寫個負字 然後你回答問題 你就大概知道 他在問那個人的態度 你怎樣回答 或者他有些 問時間 人物 地點 你就很容易回答 好了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就完了 希望大家即將要考試 或者還未考英文試的 Stream B 或者技術移民的朋友 可以大家一起努力 考試 其實應該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大家一起加油吧